宇宙的尽头是什么 它的边界又在哪里呢 目前人类已知 可观测宇宙的直径是930亿光年 但这仅仅是有能力观测到的范围 也就是说 科学家们所认知到的 只不过是宇宙的极小部分而已 那么宇宙的尽头到底长什么样呢 你可以理解为是虚无的幻境 时间不存在 空间不存在 没有任何伤 没有正反粒子 没有物质 一切皆为虚无 如果你有机会站在宇宙边缘 再向前慢一步的话 你会发现又回到了宇宙中 三维世界中的人类 就犹如在球体表面向前行走的 二维生物一般 永远都无法踏出这个宇宙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二维世界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在四维空间中的生物 也能看到三维空间的一切 或许存在一种更高维度生命 它们是三维世界的主宰者 我们的地球乃至整个宇宙 都只不过是一颗棋子而已 我们的所作所为 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有可能是被提前安排好的 我们只是按照这个程序 不断计划和创造而已 并且从某种角度来说 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一切 都不是真实存在的 物理学家们早就发现 宇宙中所有的微观粒子 比如电子 跨克 或中微子 如果再去深入剖析的话 全都已经不再是实体 而是一段段的能量悬现 很多人可能不懂其中的可怕 这其实就代表着 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比如路上的汽车是能量体 每个人也都是由一根根弦组成 一切都只是幻象能量波而已 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人 早就已经参透了宇宙的真谛 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无论是探极生命 归极生命 无论是太阳系 银河系 还是宇宙的尽头 都不过是一种存在形式 这种形式并不固定 随时都会因环境而变化 除此之外 多元宇宙论也一直被许多科学家支持 他们认为 在我们生活的宇宙边缘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宇宙 永远都看不到尽头 数量更是难以估量 如果把人体细胞结构放大 其实很像宇宙中的星系 看似分散 实则却紧密相连 随着画面不断放大 越来越多的微型粒子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不同星系的逐渐远离 其实就类似于细胞增长 超新星等天体的爆炸 其实就类似于细胞死亡 微观世界中所存在的一切 就是他们眼中的浩瀚宇宙 此时的人类似乎化成成了整个宇宙的造物主一般 所以有不少人都认为 宇宙很可能是某个巨物的细胞 我们只是细胞的附装物而已 可能永远没有机会 也没有能力跳出这个球楼 然而 在这个宏大的棋局中 尽管我们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粒棋子 但正是这些无数棋子的互动 才编织出了宇宙间最绚丽的篇章 每一场进化 每一次创造 都不仅仅是遵循预设的程序 更是在参与一场 无剧本的即兴演出 每一个选择 每一次创新 都有可能引领宇宙 走向未曾预想的未来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